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e教练 今天给大家稍微更新一下 前几天我比较忙 所以没有更新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看这个小熊图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比特币在哪个阶段 短期可能会震荡 我先跟大家讲 提前先讲好了 短期如果我们看这个Ken Fisher杠杆的数据 有时候我朋友圈发什么会差一根震荡 两万七 然后可能会反弹到三万 大家觉得有时候蛮准的嘛 对不对 这些短线的 只是短线的我们没办法做太多视频 因为这随时都爱变 所以我不可能一变就出视频 那这样子一堆一两分钟视频 不太合适 所以目前短线看来 目前我们价钱的两万九千三 这个图怎么看 就这个虚线是目前的限价 比特币两万九千三 然后这一根一根小毛发 这个一根一根的越大根 代表越多人在这个价位爆场 比如说四万这边 这边会有可能有 五千million 就52 5.2 billion的空单爆场 就右边这边是空单爆场 然后一般如果这个盘 越多的话 总共越多空单 如果越多多单的话 其实就见顶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现在其实看起来不是非常健康 只是随时在像我说的随时在变 其实这个上个礼拜的话 是全部都是空单 每个人都很恐慌 整个社交媒体 Twitter上面整个气氛都很恐慌 然后每个人都开空 然后这一反弹上来洗掉 然后又掉回去 又洗掉多单 然后又反弹上来 又洗掉一些空单 所以现在空单受损比较严重 所以比较不敢开单 然后现在多单比较有自信 所以多单开比较多 这里看到多单比较多 一万一千million 然后这里是八千million 所以如果我们到这边的话 会洗掉了大概一千四 只是我们掉下来这里洗掉以后 这个杠杆分布也会变得 可能掉下来又开始极度恐慌 或者又有一些FUD 然后这边空单也会进来 所以这些价钱 目前是杠杆主导的 然后当然我们会讲一下 为什么有可能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现货主导 因为我们也有银行爆雷了 我们待会讲 所以短线的话 就比较短线的 可能一两个礼拜内 或者超短线 甚至可能这个周末 或者下礼拜 比特币是有可能再次回碳 两万七千七 那会不会再下去就不知道了 只是目前看来 就是上面没有很多空单要爆 所以最近的就是这一团 那我觉得大概率 不会拉太高最近 然后可能会回来震荡一下 那震荡的过程 山寨币会跳水 还是会山寨季 这不确定 就反弹的时候不确定 好 那我们这个短线的看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长线的 长线的话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小熊的这个结构 这个USDT Dominance USDC USDT跟比特币的价钱是一个反向关系的 然后我们是拿比特币之前见顶的波段 因为基本上是噪音过来的 基本上跟USDC USDT见顶波段一模一样 所以这边是USDT USDC见顶 跟当时比特币见顶一样 然后我们这边开始瀑布了 代表比特币见顶的嘛 他们USDC见顶 就是比特币见顶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 他应该是接下来一个波段是准备瀑布下来 那USDT USDC瀑布的时候 比特币就会反弹 这是讲给那个新来的朋友听的 如果这样你们才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个小熊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现在的阶段处于大概 这一个位置 我把这些指标关掉 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 OK 我们大概在这个位置 结果相似只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我们 我们之前下来这边 然后拉上来 我们目前是扫掉这些高位 这些上面这几根针 上来是有稍微扫掉了 对不对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去扫上面这一根 因为之前我们这是弹上来 也没有扫掉这最高一根 所以这一根是大概率不会扫掉 只是这一根就是不确定 就是我们这一根 这一根不确定 会不会再一根上来扫掉 然后才出发 如果上来扫掉才出发的话 很有可能我们再次回调 会回调到2万5左右 如果这根上来扫掉 然后再出发 然后就是会怎么样走势 就是可能会弹上来这里 扫掉这个顶 然后就下去 那这下去的时候就是 比特币就反过来了 这个上去的时候 比特币就是插针 然后反弹 所以比特币会怎么走 我们比特币现在其实在这里 所以如果这边上来下去的话 那比特币就是下来上去 这样子 就反过来走的 好那这大范围都没有变 我们还是一个牛市 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短线会插个针插到哪里 这取决于杠杆 还有一些新闻和消息 像有一些消息可能会制造一些恐慌 或者有人让人家去做空 比特币 比如说First Republic Bank 今天又跌了37% 它这个礼拜已经跌了 好像单日已经跌了40% 又跌了百分之十几 然后又跌了37% 所以有一些恐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trending叫做sell in May 现在全部人社交媒体 所有的群都在讲 这是在trending的 就有这个趋势 说五月卖掉 然后什么年底再回来之类的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大家都相信这个的话 很多人会去开空 那像我们刚才说看杠杆图 目前每个人 每个人想要抓这个sell in May的趋势 都被洗了一盖二戟 全部空缘都被洗干净了 这也一反弹 一秒钟洗掉 爆料 那现在sell in May又来了 我们现在快要五月 那五月以来 会不会又一堆空弹进来 如果会的话就会变燃料 我们就会起飞 就洗杠杆的游戏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First Republic Bank 这个银行 我们之前Silicon Valley Bank 跟Credit Swiss 他们爆雷是因为他们过度 等于是拿用户的资金 去投入了那个Treasury Bond 就是美国的那些债券之类的 去赚这个利息 那些Treasury Bond是有周期的 十年三十年之类的 然后如果大家去用户在别的地方 因为Federal Reserve一直在升息 所以利息在别的地方越来越高 那原本放在SVB或者Credit Swiss里面 这种银行拿个 比如说4%的利息好了 现在Federal Reserve有6%的利息了 那用户就会想要去提出来 提出来就去别的地方找6%的利息 那之前的SVB这些银行 他们钱都卡在这个Treasury Bond里面 出不来 那大家一Bank Run 就叫Bank Run 大家去提线 然后最后发现提不出来 跟我们比特币去提币 最后发现提不出来一样的意思 那银行就崩掉 就开始有恐慌 开始崩掉 然后就会影响 其他银行也会开始跑 开始想要跑 那资金会开始跑 然后最后谁有钱谁没钱 谁过度杠杆就会出来 那这一个的 后来那个狗庄进来拯救了SVB 他们出了一个什么 BTFP的一个 BTFP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你可以 等于是 拿他们那些Treasury Bond 去当质押物 然后可以去借贷那个美金出来 然后等于是Federal Reserve 购装 印给他们这个免费的美金 去支付这些客户 让这些用户 想要提的钱可以提出来 其实他们同时也不用卖掉 他们的Treasury Bond 他们10年30年 他们可以放在里面 等于是银行的身价翻倍了 那FRC这个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这为什么对比特币是非常利好 我刚才讲了半天 大家觉得是恐慌 很多人觉得说美国崩盘是恐慌 我看那个朋友圈 我发说空军是不是都爆干净了 还是大家都开空了 怎么都没有声音 然后有个空军冒出来说 美国银行爆雷不知道吗 那个没有看新闻吗 这个当然知道了 只是目前的趋势是银行爆雷 插个震我们就起飞 对不对 上一次爆雷我们是插个震到2万 反弹到2万8 那这一次我认为我们会突破 会带我们突破 可能会插个震 2万5 然后我们就直接冲 准备冲4万 然后FRC我刚才说了 这个为什么非常非常利好 那个比特币 因为FRC他们这个银行 跟SVB区别在于 他们其实没有投入很多 TREASURY BONDS 他们很多是做了 那个Commercial Real Estate 我不知道这中文怎么讲 就是那些商店的房地产 比如说商场 高楼 这种商店的房地产 他做了很多这种贷款 然后是这种贷款崩掉了 所以FED原本的BTFP的 那个印钞票 只会去拯救那些 TREASURY的BONDS 就是过度投入TREASURY BONDS 他们可以去借贷 去跟FED要钱 大概是个意思 我们就这样形容好了 因为我不知道专有名词怎么讲 只是FRC他们没有 他们不是TREASURY BONDS 所以你如果去让他们用TREASURY BONDS 借贷的话 拯救不了这个银行 那这银行要怎么拯救 要么是有更大的银行 把它收购 然后目前好像是 没有想要收购它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就让它崩掉 然后第三个是 就是FED这些狗装 又进来拯救它 那拯救它的话 就不能 这个BTFP的活动 就需要扩张范围了 就等于是Commercial Real Estate 他们也要去拯救了 就Commercial Real Estate的债券 也可以拿出来 再去借钱 然后套现出来 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就等于是Commercial Real Estate 或者其他银行有 在做Commercial Real Estate 他们就知道 他们就放心 他们不会崩盘 他们就会去借贷更多 他们也不怕 他们知道狗装会进来救他们 他们也不怕破产 他们就无敌了 然后银行就会卷到一堆钱 他们破产了 反而钱变更多 那这个钱最终 都会流到币圈里面来的 因为我们看到比特币 就看价钱反应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进来 只是价钱告诉我们 这些钱是有流进来的 那我们不开银行 我们没有这种问题 我们也领不到这些政府的钱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在比特币里面 说哈 等他们的钱进来 我们先入场 那接下来这FRCE要崩了 为什么会利好比特币 刚才第二个情况 我说的就是狗装 让他们去借钱 然后可以印钱给他们 所以资金就会流出来 会有多余的钱 流到整个市场里面 然后第一个就是 我刚才说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有可能有大的银行拯救他们 如果大的银行拯救他们的话 那可能就不一定特别利好 比特币 只是也没有说特别利空 对不对 目前这个银行的危机就没了 那也没有什么利空 没有什么恐慌 那我刚才说的 如果他们借钱的话 就会更多的流通量进来 整个市场 那比特币就会起飞 然后第三个情况就是 直接让它崩掉 直接让它崩掉 为什么利好比特币 因为它崩掉跟比特币没有关系 它又不是Binance 它又不是Coinbase 对不对 它崩掉了 它也没有比特币可以卖 所以这跟比特币 根本就没有半毛关系 只是利好 为什么会利好 因为它虽然跟比特币 没有半毛关系 只是其他的银行会看到这个例子 就是散户会看到 这个银行不安全了 狗庄不进来救银行了 那我们的钱在其他的银行安不安全 那大家如果开始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 有个地方可以跑 就是比特币 那他们担心的话 或者他们会转到更大的银行 那就会造成一连串更多的bankrun 更多的银行会崩掉 那狗庄要不要救这些全部的银行 还是要全部让它崩掉 那全部让它崩掉 资金也是会流到币圈来的 可能会很多震荡 只是最终总体会流入币圈的资金 会比流出的多 OK 所以这FRC最近要崩掉了 这个就马上进入周末了 然后大概就讲到这里 希望讲的没有太乱 因为我没有什么画一些图 然后就这样空头的讲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新的新闻 台湾 台湾 to allow traditional banks to offer crypto trading services 问号 为什么打一个问号 因为有一些消息出来说 台湾要开放加密货币的交易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争论 说这不是台湾的银行去开放 是台湾的一个叫做 FSC 反正也是一个 类似一个金融监管局 然后就是要想办法 也是要引入加密货币进入台湾 所以我们看到亚洲 现在整个都是在引入加密货币 然后美国这边反而在搞不清楚 自己在干嘛 在打压加密货币 然后具体的 就是台湾会给regulation clarity 他们会给比较清楚说 如果你来这边开交易所 或者孵化加密货币的项目 有哪一些法律 就法律会比较清楚 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清楚 然后也不出来 这明确的法律 让机构都没办法做事情 机构让政府 金管局让他说得清楚一点 他们也不说 那机构也不可能说 现在就立刻关门 Coinbase都上市了 对不对 Coinbase都想离开了 那个Kraken Gemini都在申请 想办法离开美国了 再开海外的分行去赚钱 所以台湾会给这个clarity 那以后可能会有交易所去往台湾 然后美国这边有一些 Venmo Venmo是一个这边 类似这边的什么支付宝之类的 这边好几个 Venmo是其中一个 然后他们要开通 法币to crypto to加密货币的支付 在5月 然后这开通以后 他们是允许提币的 所以是真正的onchain的交易 就是链上交易 就是你在里面买币 可以提出来 然后可以互相转来转去 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又多了一个 类似一个交易所 就美国这边 多一个买币的地方 买币可以买币提币的地方 那这个对加密货币总体的一个 需求量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如果原本就用Venmo的账户 本来没有买币的 他们可能也懒得去注册币安之类的 或者是coinbase之类 他们在Venmo里面可以直接买币 他们就开始学习怎么买币 他就听说提币 他就会学习怎么提币 那一提出来 币的流通量就会慢慢的 从这些所有的机构里面提出来 就比较多脸上交易 然后币安要重新进入日本 他们之前想要 币安之前想要 申请日本的执照 只是已经五年了 他们一直申请不到 所以他们直接收购了一个公司 叫做SEBC 有没有在日本的朋友 这个交易所不知道大不大 Sakura Exchange Bitcoin 然后在SEBC这个交易所 如果你们在这个交易所有币的话 记得提币或者是卖掉 因为在5月31日会重新开幕 叫做Binance Japan 5月31日会关闭 所以5月31日前要提完这些币 5月28日前这些所 然后6月就会改名为Binance Japan 然后需要重新注册 重新KYC重新的存款这样子 User must withdraw their funds before deadline 所以5月28日前需要提币 或者是卖掉提日币这样子 如果没有卖掉 没有提币的话 在6月5号前会被强制 卖成日币 然后转到你们的银行里面 然后到时候会重新需要 重新注册 不知道会需要重新注册 只是需要重新的做KYC 实面诊需要重新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 就是亚洲 香港 新加坡 泰国 台湾 日本 全部都在开放加密货币 然后美国这边反而就是 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 所以亚洲应该是未来 已经蛮确认亚洲是未来 美国 我觉得美国这边在走一个下滑的路线 只是政治东西 我就不讲太多 我们讲币 然后CooCoin CooCoin confirms exchange users behind alleged daily rug pulls 所以大家不是看到很多传销的什么 Meme Meme coin 一些Meme币 可能有上千万个 然后就其中会有一个 被机构拥抱 然后去拉盘这样子 割韭菜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推荐大家尽量都不要买这些 这些当然有他自己的策略 你想要玩这些 就是进去就出来 然后就赌博 然后这个的分析是说什么 有一个群体 一组人或者一个人 这个人每天 会上限两到五个Meme币 他每天发布两到五个Meme币 然后连续持续了两年 然后他们一直在 然后他们赚的钱 就是一直到CooCoin去兑现 这样子 所以CooCoin现在就是说 如果有警察或者相关的政府机构 要求暴露这个人的身份 然后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话 他们会配合 只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来追 没有任何政府公安局 什么来追求这个人的KYC 或者要追究法律责任 所以大家买MemeCoin的时候要小心 你们要了解这个才能玩这个游戏 如果不懂这个市场 就不要玩这个游戏 所以我不鼓励大家买 因为这种一买就要卖的 我也没办法去通知大家 然后说到MemeCoin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的 这是以前的 那个CoinMarketCap Snapshot 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在前20名的币好了 以前在前20名的币 Infinite Coin之前的 Franco AlexCoin BBQCoin YahCoin PhoenixCoin FastCoin WorldCoin DigitalCoin MegaCoin FreeCoin DevCoin TerraCoin PrimeCoin FeatherCoin NovaCoin PeerCoin NameCoin LiteCoin BitCoin 有几个还是在目前的前20 只有两个币 就只有LiteCoin 跟Bitcoin 其他全部不知道死去哪里了 相信大家应该听都没听过这些币 如果没有去查过这个的话 所以Literbit 为什么Literbit很牛逼 因为它一直在 还是有继续的开发 然后BitB就不用说了 它一直都是在 一直都还在 所以不要觉得你的币在前10 前20 前100 前50 就很安全 大家还是要小心 最安全的 从市值来说 就不会突然变归零的 还是比特币 那如果你们要猜测哪一个会 比较大的 会有比较大的趋势的话 我是觉得Literbit Literbit会有大趋势 然后当然所有的山寨币都 都会有一些趋势 只是Literbit的 我认为 它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 所以我一直喊大家买来特币 所以大家 这是我的思路 就基本面来看 然后它也是 上线时间 它从来没有下过线 它甚至比比特币还要更稳 它从来没有掉过线 好 那今天的积雪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我们的大方向没有变 记得这个大方向没有变 然后山寨币的话 就是要等 大家耐心的等 如果你不是买什么 MemeCoin的话 大概率不会太惨的 你的币如果有一些价值 如果是稍微靠谱的 就拿着 要有心情拿紧就好 那如果是在比特币的话 就等一等 等比特币接近all time high的时候 或者过all time high的时候 应该山寨币才会开始有趋势 才会有大趋势来 这也差不多快了 我们看一个 我刚才有没有给大家看这个图 我忘了 这是别的地方看到的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L cap 这是山寨币的market cap 山寨币的市值 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前 这是2014 15 16 放大一点 那这不太 14 15 16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16 这里起飞的时候 我们进入这个小绿色的地带 横盘了一阵子 然后就出发 山寨币就在这时候会产生的 然后这里的时候 是整个全体拉起来 只不过这里 其实一开始 山寨币拉的还没有比特币快 是大概到后面这里 才开始拉的比特币快 然后这边也是 我们大概在这里 大概是两倍的时间 就是这一段波段 跟这一段波段 快要是两倍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以前 是从大概2016的年初 到2017的年初出发 那如果两倍 大概一年 那如果两倍时间 大概是两年 我们这里是2021 那我们差不多在2023了 所以这里应该快启动了 这是历史而已 这不一定会一模一样 复制演出 然后我们可以看 Bitcoin Dominance 同样的历史 噪音下来 这2016年 2016年 这一样的波段 时间段 比特币 这里 就是有一个在紫色的均线 我们跌破了 然后假突破 然后瀑布 然后我们这里也是跌破了 跌破 有可能这是假突破 我觉得这个是 这根针 是大概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要下来 上来了 这是假突破 假突破 然后接下来震荡震荡 然后瀑布 这个BTCD瀑布的时候 就代表是山寨机来了 就爆大力的山寨机 我们这里 它有可能再拖更久 然后慢慢的 然后踩瀑布 然后可以看一下美金 美元也一样的噪音下来 2016年 美金 这里进入抛物线上涨 撞到这个紫线 进顶 这里就看了优势 然后这里也是 这里没有上来这个紫色线 只是我们在这边 相对于这个 这个人画的是 大概相对于这里 然后掉下来 21年 然后我们抛物线涨 就大概是两倍时间 这16年到17 16年初到17年初 那这里是 21年到23年左右 所以大概是两倍时间 然后我们就开始跌跌跌 这个DXY跌 17年跌到18年 那大概跌了一年 那照应过来 这里应该会跌两年 我们从23年 那应该会跌到25年 所以如果我们 要想办法去淘一个顶的话 有可能一个大的顶 会再是25年左右 这样子 然后再回到美金 那时候美金还存在的话 可以 因为生活开销什么 或者想要做交易的 还是需要一个地方跑 如果美金会反弹 就可以考虑进一些美金 然后这个CNY 这是Global Aquility 看流通量的 拿人民币跟美金去 相处的一个K线 这也是人民币 10年起飞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比特币的牛市 这个箭头这里 然后我们同样也是噪音过来 我们这里要准备 也是突破起飞 就是比特币的牛市 我们看这个突破到 见顶用了多久 我们突破17年 差不多17年突破 然后到18年见顶 所以是用了一年 那我们这里突破是23年突破 那可能24年见顶 所以24年25年 这个时候 我们要两倍时间 23年突破 这里是一年 那我们这里是两年 所以23年突破 25年可能会是见顶 这样 以往的历史 这是莱特币 莱特币的话 我会员视频里面 有自己的一些分析 山寨币分析 他看起来是这样子 就是我认为他这个人画的图 他觉得莱特币就会这样子 然后又掉下去 所以我个人不觉得 我觉得莱特币跟着狗狗币走 那我们接下来就只能看看 其实他不会说 我认为不会就这样子 然后又继续下去 一直下一直下 只是这个谁都说不好 好 那我今天的积雪就达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的话考虑帮我点赞 评论 订阅一下 我们下一集视频见